进入整场的游戏画面 这一盘使用的是佳文 那佳文的话首先上来一集的话是学艺 打野的话是学艺 那么加点的话是主Q服艺 那这一盘我们对面的打野是李青 那么面对李青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李青的前击伤害是比佳文要高的 所以我们尽量避免跟他打这个遭遇战 但是他要杀我们佳文也是不好杀的 因为我们的EQ距离是非常远的 那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队员 那这一盘的话我们中单是瑞兹 严先生 下路的话是卷毛加上UDI 应该是我们上单的话是潘森 这一场是来自艾尾尼亚的王者局 那么这一盘我使用的是佳文去打野 那么打野的话这个路线首先是鸿开 那么在蓝色方肯定是选择红开 这边的话准备一级站在这里防止被入侵 其实打佳文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的干客思路 其实佳文这个英雄的话操作呢比较简单 不是很复杂的一个英雄 这边的话中单的瑞兹想去抢一下对面的buff 那么我这边选择不要抢啊 因为毕竟对面是这个锤石还有李青的 那么这边红开开完之后呢 我们要注意一个细节了 就是对面的打野是这个什么buff开啊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好那么我们看了一下这个中路 拿完红buff之后看 就佳文的话是还有攀升啊 是比较好二级就去干客 这边的话先过来先给他一个EQ 不管是打出他闪现还是打他一点血量都不错啊 这边的话他一个灵桥的走位躲过了 那这样的话没有打出他的闪现没有关系 但是呢普攻了一下 A到这个卡扎丁也是帮瑞兹打一下这个血量 但是对面李青即使过来啊 我们马上就走啊 那么我们发现上路 我们看小地图上路呢 这边攀升的压得很深啊 我们刚切换过去看了一下 这时候呢他又没放眼 那么我们呢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呢是帮他放眼 第二个呢是过来反灯他啊 这个你必须要做的 因为如果你不做 对面李青过来的话 这个攀升就很危险啊 这边的话蹲在草里面 好果然李青来了 我先站着不要动 好这边他没有Q中没关系 先不要出去不要着急 好这边他晕中马上一Q 但是他这边是交出了闪现啊 那是被红buff烧死 烧死完之后呢继续扛打 让这个攀升去打下艾尔利亚的血量 好那这样的话 我帮这个攀升去清完这波线 清完这波线之后呢 我去我是想杀一下这个艾尔利亚啊 那于是示意这个攀升要杀 好升级 然后在这边定住 我马上一Q啊 这边的话是交出一Q 没有戳起来 其实戳起来的话 这波呢可能会有危险啊 但是把Q的伤害戳出去 人没有到塔底下还是比较安全的 但是这一波呢我是没有预想到 说是一Q没有戳起来 但是这个无所谓啊 佳文这种一Q出问题的话 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啊 但是刚才是 如果我戳过去的话可能 结局还不太好说啊 但是现在这个结局还是比较满意的啊 过他把这个艾尔利亚给撒掉 这样的话他非常的伤 这边呢我们 拿到两个助攻之后 回家我们看一下下路的线 这边呢 可能过来要反蹲一下啊 因为毕竟李青的话 现在很有可能来下 下路是没有视野的 就刚才我们开局抓上路一样 反顿也是一个一个道理 下路这边的锤石呢 和酷奇血量好像并不太多啊 这边的话我中路看了一下 下路看了一下这个血量可以过他 那么我试一下路准备要杀 好这边直接顶打一Q 这边的话这个锤石啊非常的溜 好这个锤石呢是落下来自OMG辅助 他呢非常的聪明 呃先呢用E弹开我的EQ 因为他刚才那个时间是 不要等太长时间啊 因为在塔下的话 这个小兵数量有限 所以呢我直接是EQ过去 我选择抗他 因为这边卷毛他并没有选择去 主动去抗他 那么就我刚 但是我没有闪现 我这边EQ过去 这边 诺夏呢看到我插骑士 他反应非常快 马上给我一个E把我给弹开 这样呢打断了我的这EQ的击飞 但是呢我的Q的伤害打出来 在我准备要撤的时候呢 这边的锤石呢直接一个勾 把我勾在塔下 然后把我把我给击杀 但是这一波来说呢并不亏 但是呢我只能说 呃对面的辅助处理的非常好 其实大家在玩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 就是你发现你在打野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这个三条线啊 如果呢他线推的比较深 而且呢他也没有埋眼的话 那你这时候尽量不要选择去刷野了 因为他很有危险的啊 但是我们这边反蹲 如果蹲不到怎么办呢 帮他检查一下周围呢 有没有对方打野啊 或者怎么样都可以 你要去做这些事情 不然的话上单一旦被抓一次啊 那会很伤吧 好那么我们这边绕了一圈 没有反蹲到也检查了一下 然后呢帮这个呃上路呢去插个眼啊 插在对面的红buff 然后这边六十秒的眼 插在这个地方 我去拖一下这个F4 潘森呢已经 哦 还要看到李青了 李青也往下路在赶 潘森呢也到了啊 所以这波呢 我不太担心 因为潘森会先打 但是我一定要第一时间先赶过去 以免造成这个残局啊 有人来收割啊 这边潘森落地之后 杀掉这个辅助 那么继续RVR 那这个潘森应该是要死啊 死完之后没关系 还剩一个辅助 那这波我过来 就可以把这个酷气给收掉 好 这个先W Q没有Q到 没关系啊 你一下 刚才呢 我们在上路 拖完F4之后啊 看 突然看到那个 李青往下路在赶 这时候呢 我们第一时间就往下走 还好呢 我们那个潘森也在往下路赶 所以呢 这时候并不用害怕 我们的下路呢 他们打的也非常聪明 并不害怕啊 这时候中路的卡塔丁 单杀了这个瑞兹 这边呢 我给潘森信号 我示意他不要怕 他在这草里面 好他上了 那么我再跟上啊 他没有Q中啊 那就他就不打了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眼 我不太清楚啊 有没有对面的眼 我不太清楚 所以呢 我就选择撤退 这时候呢 我这个眼呢 又是看到这个李青在打这个红BUFF 那么呢 我是EQ上来 准备要抢他一下 直接先给个大招 然后他一脚把我踢开 交出闪现跑了 这边呢 我用这个Q加惩戒 把这个给收掉 好那边插一个眼 看到李青往这里跑 这个潘森已经跳大了 这个位置 那么EQ戳起来接普攻 再接普攻 他这时候交出了这个摸眼啊 摸了一个真眼 那么这边我是闪现呢 也是白交了 本来是想第一时间跟过去呢 把把这个李青给粘死啊 但这个闪现呢 是为了防止这个意外发生 毕竟是前期等级比较低 这时候呢 帮这个瑞兹收下蓝buff 而收完蓝之后呢 我发现上楼再打了起来啊 那么第一时间要上去了 先磕一瓶药啊 磕两瓶药啊 以防这个万一我冲塔或什么啊 这边是已经把他给杀掉 那我这EQ过来就 顺势把这个残血的刀妹给收掉啊 这边Q马上好啊 他选这个E把我盯在塔下 那么我一个Q啊 那么这边的血量呢 也是比较充足 刚才在抓他的时候呢 我已经把两瓶血药磕下去啊 就是以防这种情况发生 这时候呢 回家呢有1800 出个弹刀 然后呢 这边出了一个这个 不甲鞋 好这边呢 小地图又发现了零星啊 那他已经走了 那这时候呢 就不用太着急了 过去走过去 看看你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选择刷死透人啊 这边中路呢 又是抓了起来啊 好没抓到 好这边直接打起来了 因为知道我在身后啊 这边的话直接EQ 好 W黄金圣盾 他这时候呢 直接开启万里俯冲 我马上一个大招 把他这个W给破破掉啊 那这时候呢 跟进塔 然后扛一下塔 让这个UZI给收掉这个头就可以了 好那这时候 那刚好是扛到极限才出了啊 好这时候呢 已经是这个15分钟了 我的这个人头是三个啊 助攻是七个 但是死了一次 这一次死呢 是完全归功于对面的辅助啊 这个操作比较细腻啊 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这个冲塔的时候没有控制好 在拿蓝BUFF的同时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关他地图啊 这边下路的组合呢 已经来到中路 把这个准备去打算推这个中塔 因为下路呢 已经被他们强势的把塔给推掉了 好这边拿完这个BUFF之后呢 再去啊去中路配合这个ADC呢 去推进 好这时候发现上路啊 这么多人在抓这个判针啊 也是第一时间看到 那马上把这个塔给推掉 好这边的话 垂石感觉走的有点慢啊 这边的话卷毛非常棒 一个闪性大刀把它给吹出来啊 那这个是必死了 好这个人头呢 算是抢掉的啊 他其实他是必死的 好这边小龙刷了 那么跟队友来收一下这条小龙 那么我们上路是掉了一个塔 因为毕竟攀升是跳了 跳了这个几波 所以呢 他这个塔肯定是要被倒霉推掉的 好我们选择拿掉这条小龙 然后呢 再找机会去推进 好收掉这条小龙之后呢 准备去往中路去赶 好这边发现了个李青 那么我们顺便把这边扫一下 应该是有眼的啊 因为他在这里过肯定要放眼 像李青这种在野区造育战那么强势啊 但是他的伤害 EQ的伤害 再加上这个破甲效果还有这个被动的伤害啊 也是非常高的啊 所以 哎 这边的话攀升已经跳大 落到对面塔下 那这个冲塔呢 有点危险啊 但是队友上了 我就必须得跟上 这边的话EQ过去 呃 包妹已经传过来 那瑞兹冲的有点深了 肯定死了 这边的框柱让这个ADC输出 这时候呢交出了闪现跑了 那么呢 我们也及时撤退了 因为毕竟是在对面的塔后啊 所以不能打太久 啊 这时候呢队友去推这个中二 那我的血量比较低 呃 非常好用 好这边的话 啊 虽然对面是中单的AP 然后呢飞机呢有一点AP伤害啊 所以 可能是看上去伤害 我AP伤害不太高啊 但是还是蛮实用的 因为毕竟能够给队友提供护盾 还有这个魔抗啊 好这边的话 直接是闪现EQ措施的这个辅助 那么我们五个人再继续 进行这个推进 好那么这时候呢 已经没有兵线了 啊 没有兵线 我们现在是优势比较大的 这边的话直接跳了啊 那这个跳是很 那没很危险的啊 那这边队友跳呢 只有跟过去 啊 这个感觉打的有点浪啊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的输出非常的足 好这时候呢 还剩下一个酷奇 直接是在塔下呢 把自己给送掉啊 但是没关系啊 还是比较赚的 我们前期在GANK的时候呢 遇到李青啊 潘森这种啊 比嘉文要强势的英雄的时候呢 尽量是去打反尊 或者说呢 是避开这两个英雄啊 因为这两个英雄 实在是伤害比较高 那么前期呢 我是怎么避开呢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啊 就是 首先你要有视野啊 哎 这边的话 打起来了 我们一定是死掉 那么这时候我直接一个大招 盖到过去 直接一发Q 戳中啊 这边的话飞机应该是被烧死 烧完之后 这时候呢 发现对面的AP来了啊 那这时候我不太好跑了 那么躲在这里 那么卡扎丁下一发啊 应该马上好了 然后这时候再选择戳回去啊 那这边他在啊 跟过来啊 基本上是死了 被他的一发 李青的一发Q给挂中啊 那就跑不掉了 这边的话鸟盾做出来 好 八百多块钱 堆一下这个护甲了 好 这边的话直接选择推进这个 中路啊 发现我们的ADC伤害非常高了 好 直接一个大招要扫死啊 漂亮 那这样的话把这个水晶给推掉 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领先啊 非常多啊 把这个水晶掩护一下队友把他推掉 哎 推掉之后发现这个ADC啊 想把一波 但是我想去收龙 呃 但是他们不走啊 那么我就过来去帮他一下 好 这时候呢 风女把吹开 我直接一个大招 逛之后呢 ADC呢已经是要撤了 他没有血了 这时候我EQ准备下去的时候呢 发现呢 这辅助又把我给勾了回去啊 非常棒 好 这时候打了起来 但是我的距离还是不太够啊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队友装备也是蛮不错的 但是一个人没有杀掉啊 但是对面已经开始跑了 跑的时候呢 我已经快到了 这边看到刀妹 那么先EQ过去 先跟进 那么这时候呢 等下一发这个EQ 大招马上好 还一秒钟好 这时候大家好了 他定住我EQ过去 他产线我接产线接大框柱啊 让队友过来这个来打这个刀妹 好这边W定住 那么他也是死掉啊 跑不掉了 好这边的话上路也 这边下路的追杀啊 又是把李青给收掉 其他人基本上也死的差不多了 扫描照一下 发现没有 给个真眼发现一个眼 那么直接打 那对面也是知道的 对面的卡扎丁已经在往这边赶了 我们小地图已经看见了 好 垂石已经到了 给了一个眼 好 拉动了潘森 这边的话潘森W 发现这个刀妹有传送 那要撤了 对 要让我撤退啊 那么我们马上就撤退 好 退掉之后回神再出来 再选择去打这个Berry都可以 好这时候呢 辅助还想留我们啊 让我们赶紧撤 所以我选择跟潘森 哎这时候刀妹很聪明 在这里插个眼 一发Q Q到了这个潘森 那么我这边也是没有蓝这个EQ了 那这样的话也是白白的送掉自己的人头 那么ADC过来掩护一下这个风女撤退 在塔下呢 对面的伤害人比较多啊 这个输出蛮高的 我们ADC也是扛不住了 还好换掉了一个飞机 那这样的话 对面是不敢这个打龙的 而且我们中路的这个 超级兵呢 已经吹到了对方的这个主地力塔下 因为你 因为嘉文的伤害其实也蛮高的啊 他的这个被动的战争律动 其实伤害也蛮高的 也不要小看 而且他的Q的破甲 还有一个击飞控制啊 他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他这个位移能够随便的去穿墙 去穿墙绕过这个眼位啊 很舒服的去gank 好那么 这一场基本上就快结束了啊 这边的话是在野区抓到了这个 辅助啊 那这边的话 苦其也是被收掉 好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就是要一波了 好那么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喜欢的话可以支持一下啊 发表一下大家的评论 如果哪些不好呢 请这个说出你们意见 那我会及时改进啊 那么非常感谢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各位再见 现在我们做了个数捞 对 很棒 对 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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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